哈喽大家好 我是And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频道免费福利送不停 今天为大家介绍一款隐私性非常高的一款浏览器 这款浏览器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自己自带VPN 它的私密性高到什么程度 很多的你访问过的东西 基本上一般人都是查不到的 因为它是经过了好几集的一个中短 网络中短 那么大家听到这里 大概也猜到大概也猜到 它是哪一款浏览器 没错 它就是托尔洋出浏览器 OK话不多说 我们进入正题 我们今天用这个VM虚拟器给大家来做一个演示 我们首先要下载这款浏览器 OK我们首先打开一个V2rayN 我们就选这个这个节点就好了 我们打开它 OK我们打开浏览器 在这边的话我们直接搜 直接搜TOR OK这一个就是它的官网 这个就是它的官网 好我们直接点下载就行了 来这个是它的主页 顺利的来到它的主页 那么全英文的为了方便演示 这个地方可以有语言选择的 大家看到这里是目前是English 我们给它拉到最下面 我们给它拉到最下面 这里有一个整体中文 我们选一下 OK 这边是下载这个TOR浏览器 在跟踪监视和审查中保护好自己 它的特点非常的OK 那么目前支持的很多平台 包括这个Windows 包括MacOS 包括Ninux 包括安卓版的 它都是支持的 啊都是支持的 它首要的一个 隐私措施的就是进行联接 那如果你身在它这个被屏蔽的国家 可以在设置过程中配置它的联接到网桥 如果没有被封锁 那这个基本上就没问题 就完全可以这样一个浏览 这边是保持一个安全 然后建议不要在这个里面 安装额外的这个插件 或者辅件 OK 它的口号是什么呢 为隐私保护和线上自由而战 那我们的使命是通过开发和部署 自由开源的匿名隐私技术 等等等等 反正就是为保护隐私的 那大家下载的话 在这边直接点下载 你是什么系统 你就下载什么版本 OK 那下载这边呢 我就不演示了 因为我已经下载过了 下载过了 OK 这边就是一个链接 我们双切打开它 我们把这样一个 节点给它关掉 我们把节点目前先给它关掉 OK 那打开以后 它的网页是这样子的 网页是这样子的 那它首先来讲的话呢 链接到它的网络 Tor浏览器 将你和世界数千名 志愿者支持的Tor网络连接 OK 那么 这样也显示出它的一个缺点 它的缺点就是可能比较慢 因为 都是志愿者支持的这个网络连接 所以说可能 会连接不稳定或者速度比较慢 OK 这边是不是选择失踪自动连接 那 那首先我们这边要配置一下链接 配置一下链接 目前大概大家看到 在你链接之前 对它的设置更改 将不会生效 OK 那么 这个地方的话显示未连接 OK 显示未连接 那么它的连接方式 连接方式来讲的话 它的网球 网球 有三个选择 添加新网球有三个选择 第一个是选择内置网球 第二个是请求网球 第三个是手动添加网球 OK 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呢 是选择这个内置网球 OK 内置网球点刻以后呢 它有三个选项 那它有三个选项 这个是内置网球 使你的流量看起来很随机 OK 这个更不容易被阻止 那这个网球呢 也是一个内置的网球 OK 是通过路由连接到 由志愿者运行的代理服务器 第三个呢 就是使您看起来像使用微软的网站 而不是Tool网站 OK 我们随便尝试这一个啊 我们确定一下 OK 确定一下以后呢 我们这个地方放回来 我们这里点连接 连接的话 现在正在连接 那第一次配置连接的话呢 它的速度可能会比较慢啊 比较慢 那有时候有些小伙伴说 可能我等到好久了 十几分钟了 都没连接上 一直卡在那里啊 这个是跟你电脑配置有关系的 跟你的网络环境也有关系的 OK 我这个网络看起来啊 稍微还是有点快的啊 不是那么慢 那这边初次使用浏览去一起来上手吧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是一个 呃 就是一个基本的设置啊 啊 我们不管它啊 我不管它 OK 到这个地方来了以后的话 然后就是湿密浏览 准备好体验 有史以来 最湿密的也是浏览 OK 我们看看这个它能不能上这个谷客啊 我们看看通过这个它类似的网球链接的话 它能不能访问谷客 能不能有这个VPN的功能 OK 确实这个搜索有点慢啊 搜索有点慢 当然可有优缺点 OK 那这个是谷歌我们访问一下看看 OK 慢吞吞的进了就进到这个界面啊 OK 这算是成功的进到这个界面啊 表示说这个啊 网络是可以用的 只是说有点慢 那这地方显示一个front 那它连接的应该是法国的网络啊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OK 那 现在来讲的话 这个安全连接是怎么连接的呢 大家看到 从我这个路由器 然后到这个网桥 那stop flag 到这个网桥 然后通过丹麦的一个网址 通过美国的一个连接 然后才连到这个谷歌 OK 那它中间呢是经过了三级的一个连接 所以说私密性高呢 就高在这里啊 就高在这里 一般人很难查得到你在上面干了什么啊 去到哪些地方 一般人是很难看得到的 OK 那我们尝试一下啊 我们尝试一下 这个直接访问这个 看看它的网速到底有多慢啊 不是多快啊 我们测试一下它的网速到底有多慢 OK 我们 啊 试一下这个YouTube啊 我们访问一下YouTube啊 这个确实稍微有点慢啊 我们到试试这边来看一下啊 这个地方显示以以以连接啊 这里以连接 连接的什么呢 连接的是这个 Slow Flake这个网桥啊 这个网桥 好我们试试 下面这个网桥怎么样 我们更换一下看看啊 更换一下 OK 已经更换成功啊 这个地方是显示以连接 OK 我们再回到这边来啊 回到这边来 那这个网页已经打开了啊 因为它每一次这个打开浏览器的话呢 它的链接地址都不同 所以说它每次都会出现这个界面啊 大家要习惯 OK 这边我们接受 保存你的选择 OK 保存好以后呢 来到这一个首页啊 来到YouTube首页 大家看了这个加载的速度就知道啊 就知道应该它的网速不会很快啊 不会很快 不会快到哪里去 OK 我们随便打开一个视频看一下啊 这是一下具体网速到底快的哪里啊 到底慢的哪里 大家看到左下角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不停的不停的变 不停的变啊 所以这个 这个流量是来自遥远的远方啊 终于开始放了啊 开始放了啊 但是画面比较模糊自动配置的 这个画面呢 它是比较模糊的啊 比较模糊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它目前是144P 自动配置的144P 难怪这个画面很模糊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速度是多少 大家看得很可怜啊 很可怜 每秒50KB 这个速度确实是慢的可怜 那我相信这个 这个 清晰度稍微高一点的话 它就放不上去了 放不上去了 我们快进一下看看 这个简直是没办法看啊 没办法看 OK 那用它的网速不行的话怎么办呢 那我们可能只有用其他的这样一个办法了 看家新网桥的第二项是请求网桥 请求网桥的话呢 是 输入这个验证嘛 以后啊 他会给你一个网桥地址你链接就可以了 但是据很多 这个网友来讲的话呢 这个地方好像不适合我们这个被限制 被限制这个 有防火墙的地方啊 所以我们这个就不是了 那么第三个方法呢 是输入一支网桥 输入一支网桥的话呢 它是怎么样 它是从这一个 Telgram的一个官方网站啊 去给这样一个 托尔浏览器的官方 Telgram发送一个请求 他就会给你一个这个网桥地址 那这个我们也不试了啊 OK 我们来试一下这一个 试一下这一个 这个配置 它的浏览器联网的方式 OK 它有两个啊 第一个是使用代理访问 第二个是使用计算机允许什么这个访问 我们来试用 用这个来试一下啊 用这个来试一下 那我们首先呢 要找到一个 决点啊 首先呢 答比方我们看这样一个决点啊 我们给它试一下 我们给它试一下啊 OK 现在打开了 打开了 我们用这样一个 爱个浏览器 来试一下看看啊 我们打开YouTube 啊 我们看看它的这个速度 是多少啊 我们用其他浏览器来测试一下这个 决点的速度 打比方我们播放一下这个 OK 顺利打开啊 我们看看它的速度去到多少 OK 目前的话速度去到12000 13000 那还在上上涨嘛 我们给它快进一下 我们给它快进一下 OK 这个速度是12000多 13000多啊 OK 先我们关掉它啊 关掉它 OK 我们关掉它 关掉它以后呢 我们把这个也给它关掉啊 也给它关掉 大家看到这个地方未连接啊 未连接 那我们拉到下面 高级这边有一个配置联网方式 我们点这个设置 OK 点开以后的话呢 这个地方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使用代理访问互联网 一个是什么防火墙 仅允许特定单口 我们选第一个 选了第一个以后的话 我们首先选这个代理服务例行 它有三个选项 有SOX4 SOX5 还有这个HTTP 那我们选哪一个呢 OK 我们看看我们的V2RN 那看左下角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呢 本地SOX 它的单口是10808 HTTP的单口是10809 OK 那我们知道这个的话 我们就可以设置了啊 在这边的话 大比方我们用SOX5 那 它的IP地址 大家都知道啊 127.0.0.1 OK 单口来讲的话呢 SOX单口是10808 对不对 我们确认一下 10808 OK SOX 等口 假设 HTTP的话 你一定要选这个10809啊 选这个10809 另外还有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啊 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说你这个设置 参数设置这个地方啊 这里有两个选项 本身正常我们都是打开的 本身正常我们都是打开的 那假设你用这个洋葱 这个代理的话呢 那这两个都要关掉 光关一个还不行啊 有很多大神说 光把这个开启流量探测 关掉就可以了 但是我实测的话呢 是没办法的 不管HTTP也好 还是这个SOX单口也好 它都是量不上的 所以说要把这个DUP也关掉 才行 那这边点确定才可以 OK 这边操作成功 好了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输好以后 我们这边点确定 那点确定 点确定以后的话呢 OK 我们这个地方点连接 这里很快已经进来了啊 进来了 那大家看到我的VTRAN 是没有连接的啊 这个地方呢 是没有连接的 对不对 这个地方是没有连接的 OK 我只是用了它的决点代理 那它现在代理过来以后呢 在这个地方就有一些数据了啊 就有一些数据了 包括这个连接延迟啊 这个什么数据现在都有了 OK 那我们可以在这边试一下啊 试一下 打比方呢 我们这个收一下谷歌啊 OK 我们稍等一下它加载出来了 我们看一下它的网络链接的 一个情况啊 啊 这个地方通过三个德国的中转器啊 中转器 才收到这个谷歌这个地方来 OK 我们点一下谷歌 OK 现在这个页面的话呢 我们这个地方点一下哈 好的 现在已经进到这个谷歌的主页了啊 那大家看到这个谷歌是怎么连起来的 通过德国 挪威德国才到谷歌的 所以说它慢了 慢 是有它慢的道理啊 但是说慢的情况下呢 它是非常隐秘的 非常隐蔽的 OK 那网速这一块我们就不测了啊 就不测了 这个确实是不理想 可能只是满足我们正常的一个 上网就可以了啊 浏览一些网页啊 查询一些资料什么东西的 OK 那大家都知道它最大的一个功能 因为它隐私和安全这一块做的非常非常好啊 做的非常非常好 所以说很多人用这个浏览器呢 去进暗网啊 去上这个暗网 当然的话 我是不建议大家去上那个地方 因为这个非常的不安全啊 非常的不安全 OK 今天的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假设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请帮我点赞关注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